总监老师 你是笑出声来了 对 人与人之间一定是有磁场的 如果磁场对的话 翻山越岭也会相遇 如果磁场不对的话 就像你们这样 朝夕相处也是要分开的 你们俩完全就不在一个频道上 为什么 男生会不会觉得莫名其妙 有时候会 好 我告诉你 因为这一个月以来 他觉得你给他丢人了 这人丢到哪儿了呢 到快餐店去打工 这人丢到他妈妈那儿去了 工作给他丢人 到他单位给他送饭 穿得拉里拉搭在他看来 丢到朋友同事那儿去了 形象给他丢人 这一个多月 钱也没有了 口口嗖嗖紧紧巴巴的 经济上给他丢人 所以你在他这儿 丢人算丢到家了 这就是为什么你觉得莫名其妙 他自己全面爆发 一个月之前没怎么丢人 这一个月咱们就这么让我没面子 这就是你的全部的心里话 每个人看待事件的角度 和习惯都是不同的 他习惯用现金不愿意用花北 在我看来他谨慎而传统 在下地铁之前先来询问前面的人 是否要下车 在我看来做事情有预见性 今天的事情眼镜必须今天修好 在我看来这叫今日事 今日必 没有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工作 跑到快餐店去做一个过渡 在我看来鸡不肯老 而且自力更生 在你看来全是错错错错错错 当你看不上这个人的时候 他做什么都是错的 咚咚咚剁鸡腿 不剁的话难道整只扔进去炖吗 你吃的时候怎么不嫌他咚咚咚呢 所有的好 全部都变成了负累 为什么 因为你看不上他了 我告诉你 什么原因 就是你惯得太宠溺他 所以我现在告诉你 跟他分手 你看你还能不能找到一个 天天在家里给你洗衣服 做饭 剁鸡腿 送餐的一个男朋友 我且不说他 性格 脾气 工作 就单说他对你 对于这段爱情来讲 我就是觉得他很好 没毛病 我不知道你在作什么 今天你就跟他分手 我看他回去怎么办 还作不作 这肯定是不行的 你绷着点好不好 你绷住了 他回去就老实了 一点都挂不住 那行那你就惯着 继续惯 你刚才充分地演绎了 什么叫里外不是人 你知道吗 来来来 余老师 只要他们好就行了 我就里外不是人了 祝你们幸福 对